早安您好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六点整 我们首先要带您关心的事发生在昨天深夜 宜兰是地牛大翻身 发生了瑞士规模4.9的地震 那么除此之外 多个地区更下起好雨 雨是是大到 路面都看不清楚 积水更一度是超过了脚踝这么深 进一步的讯息交给佳文 到这个月底 台中市政府为了鼓励游客到台中 所以寄出了加码回馈 有哪一些的细项交给洪彩伦告诉我们 活动入围的小宝贝是精心打扮 在家长的陪同之下拍摄最可爱的照片 业者也将印制4万份免费送出 为孩子的成长留下最难忘的回忆 完了看到嘉义有一间养狗场发生 狗咬狗状况而且环境脏乱 现在将会被开罚 广告之后有详细报道 我们继续先带您关注的是 马祖海底电缆再度断讯 中华电信证实在国庆日10月10号当天的晚上 包括南干举光之间的海底电缆是毁损断讯 虽然是紧急启动了备用的通讯 恢复了像视化网路 但是举光地区的有线电视 还有MOD等等的人就是无法观看 那么中华电信表示海底电缆在今年已经是断地4次了 研判是有大陆籍的抽杀船倒采杀石 导致电缆裸露毁损 维修费粗估是超过了5000万元 而且整体目前看起来要到10月底才有可能会全数的恢复 那么接下来还要关注的是水情 因为今年的夏天没有直接清台的台风 这个已经创下了1964年以来非常罕见的记录 导致降雨量也大幅的缩水 尤其在桃竹苗地区的水库 蓄水量是持续的下降 供水吃紧 因此经济部决定明天开始包括桃竹苗地区 水清灯号告诉您要由绿灯转为黄灯 会实施离风时段的减压供水 所以要提醒您的是这个时段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清晨的5点 如果你有用水的需求 要记得一定要提前的储备用水量 那么接下来的话题焦点 我们要看到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健康状况现在备受关注 先要跟您讨论的是在12号 川普就要在佛州造势 这个也是他出院之后首都在白宫以外举办活动 而就在这个造势开始之前 川普的医师团队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示说川普已经连续好几天的检测都是呈现阴性 同时不断的重申 川普已经不具传染力 那么我们讲到这一次川普确诊新冠肺炎 这张照片要告诉您的是一个狂粉的故事 因为这一段期间有一名狂粉 为了让川普可以康复 他不惜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英国独立报报导 印度的这名38岁的男子 他叫拉朱是川普的狂粉 为了川普近14天祈祷他早日康复 最后猝死 根据家属的描述 他在得知川普染疫之后 从上个星期就开始进食 然后呢帮川普祈祷 11号时候呢 在亲戚家中做客喝茶的时候 突然昏倒送医 最后不幸的消息传来是宣告不治 那接下来讲到这次疫情呢 还是在全球持续的蔓延 欧洲的疫情也是卷土重来 包括意大利呢 也面临了第二波的疫情 范蒂刚也无法幸免 天主教教廷12号就宣布了 有四名的宗座瑞士禁卫队 检测呈现阳性确诊 目前是隔离追踪 那么消息传出 不免让人家非常担心 高龄83岁的教宗方济各的身体状况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是方济各12号露脸的时候呢 被发现了包括他本人 还有他秘书以及教廷摄影师 全程呢都是没有戴上口罩的 那么接下来焦点要回到的是国内 要看到的是嘉义新港乡 一间饲养场 先前传出狗咬狗 导致犬肢死亡的事件 而家属所呢 前前后后派人击查好几次 发现这个狗场环境脏乱 目前也将技术开罚 进一步的讯息交给小琪 时间来到早上6点52分了 今天的新闻早点看 有哪四大重点 赶快带您一起来关心 我们首先要带您聚焦的是 美国对台军售案 目前的最新进展 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最新报道 说白宫正在推动的 七项台湾先进武器出售案当中 有三项最近已经向国会 发出了通知请求核准 另外的四项的武器出售案 预计不久之后 也将递送通知到国会 同样是要请求核准 那回到国内 我们要关注的是 国安基金昨天宣布退场了 国安基金委员会 昨天下午召开第三季的委员会 会中决议 国安基金任务达成 结束207天的护盘退场 这也是历年来第二场的护盘记录 而这一次投入的金额 只有7.6亿元 不过投资报酬率达到了大约三成 好 不过讲到这一次的疫情 现在全球的疫情 还是看不到尽头 那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统计 全球已经有超过 3700万人确诊 另外也有107万人并没 然而先前一直支持 各国效法大陆封城政策的 世卫组织现在却改口 强调不建议用封城 作为主要控制病毒的手段 因为一旦结束封锁 疫情可能就会反扑 好 所以现在为了早日让疫情 画下句点 各个国家感制疫苗和时间赛跑 俄罗斯就宣布了 遏制的新冠肺炎疫苗 史普尼克V 已经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展开了人体实验 回到国内要继续带您看到的是 台中的总占夜市 因为偷跑提前开幕 营业第三天就被市府开罚6万块 总占夜市是在脸书上po文道歉 也强调将等相关单位复审通过之后 再重新开业 那么摊商则是非常无奈 漏夜班以身材工具 画面在新竹有一处的电线杆 11号早上9点的时候 电线突然短路烧了起来 造成附近大约1700户的住户 停电两个小时 台电表示可能是设备老旧 才会电线走火 网红变成了银行强匪 在越南24岁的网红正妹 戴着帽子口罩闯进银行 抢了300万 谢谢您继续加入 今天早上台湾的新闻现场 这个整点我们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 昨天深夜宜兰地牛大翻身 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 这起地震是连台北也都有感 那么在宜兰除了地震 多个地区昨天夜间还下起大雨 而且积水一度超过了脚踝这么高 后续状况如何交给佳文 嗖嗖的待会出门一定要记得 加一件薄外套才不会感冒着凉 我们也要来问志宇 今天天气似乎还是不大稳定 有哪些地方一定要记得带伞 没有错这不稳定的天气 是区域限定只有在北部地区 还有在东北部 大家感受上是比较明显的 主要还是因为今天 南卡台风的水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